有很多人跟我讲 修行师父有什么奇迹吗 记住了 师父没有什么奇迹 你们也没有什么奇迹 每一天点点滴滴的积累 一步一个脚印 万丈高楼平地起修行 就是每一天一点一滴的反省 与克制自己的业障 所以当自己想不通的时候 就要尽量念经来想通 当自己恨的时候 要用慈爱来化解它 当你自己的行为不高尚的时候 要用菩萨的理念来纠正它 这就是修行修行啊 想一想啊 我们一定要懂得 每一天如果你做一件好事 不做坏事 365天你就是一个大好人 你每一天只做一点点坏事 动一个坏脑筋 但是你不做好事 一年下来你就是一个大坏人 所以恨人和善人是怎么分的 就是从你每一天的思维开始的 希望你们好好学佛 每一天 众善奉行 诸恶无作 人有一个毛病 在逆境当中容易修行 在顺境当中 怕忘记了自己是谁 所以逆境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因为逆境就像烦恼一样 可以产生你的般若智慧 所以希望你们在逆境当中 坚持要学佛要修行 在无私忘我的救度众生当中 成就你的无量无边的功德般若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